一个女人到了78岁 应该怎么过好自己的余生呢 除了要摆正自己的心态 重点是在外表上让人看不出年龄 78岁的小花每次出门前都会精心打扮 自信且大方的样子 吸引着周围人的目光 从各个角度都让人无可挑剔 每年的老友聚会上 她总是最亮眼的那个 和老太龙中的同龄人相比 她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和闺蜜一起逛街时 偶尔还会收到时尚杂志社的记者 进行采访 这种心态让一旁的闺蜜极羡慕 又有些嫉妒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 小花还会定期给自己举办葬礼 她想提前体验一下被人送的感觉 她告诉儿子 自己死后葬礼不要搞得庄重沉闷 要气氛轻松欢快一些 小花之所以这么随心所欲 是因为她觉得反正到了这个年纪 都快要死了 剩下的日子 她只想开开心心地活 试问哪个女生不想变得年轻漂亮 这只不过是她的一种选择 而能让小花做到这点 当然离不开一直在背后支持她的丈夫 她总会毫不吝啬地夸奖小花 觉得这辈子娶了她什么都值了 同时她也请求小花答应自己 如果有一天她要死了 千万不要给她做严命治疗 人啊 还是要在适当的时候死去 才是最幸福的 小花说她到时候一定会跟阎王作证 自己丈夫的这一生已经非常努力 绝对可以拿到一百分了 不过活得如此幸福的小花 事实上也有一个烦恼 那就是整天跟她对着干的儿媳妇 是女人终究避不开这关 这一次更是跟儿媳 在购物途中较劲 把自己的腿给弄伤了 原本做好做手术的准备 但医生告诉她 只是骨头老花了而已 尽管不愿意承认 可检查的结果 让小花不得不相信自己老去的事实 是啊 这处身体已经使用了七八十年 丈夫一边安慰着 一边拿出她爱吃的糖果哄着妻子 她劝小花 下一代的事情不要去管太多了 这么多年来 他们俩已经够努力了 如今到了随时会死去的年纪 就不要去做不想做的事情 虽然小花一直是这样 但经历这次她要更坚定 尤其是身体健康的时候 她发誓在死之前 绝对不要变成老太婆 同时她希望丈夫也是如此 有时候想想 毫不相关的两个人组成一个家庭 生活在一起的时间比父母都长 这可不是一般的缘分 晚上的时候 丈夫做着最喜欢的折纸 小花在厨房准备着下酒菜 夫妻二人准备为今天 所释怀的人生庆祝一下 但就在小花接的电话的功夫 一直在外面折纸的丈夫 却突然失去了动静 相处了五十多年的丈夫就这么突然死了 死在了一个黄昏后的夜晚 医院检查出的死因是由于硬磨下出血导致 但天天都相处在一起的小花 完全不记得丈夫有摔倒过 不过此刻的她已经不是很在乎这个 活着的时候 她总跟丈夫说反正都快死了 没想这次成了真 葬礼上小花一次都没哭过 表现出一副很坚强的样子 有同样经历的女人淡淡说 自己丈夫死的时候也是那样 因为悲伤的时候还没争 正来到小花没有让自己闲着 四处跟参加葬礼的大家表达感谢之情 尽可能地拖延住悲伤的到来 但在结束完葬礼后 那些该面对的事情也随之接踵而来 她看着空荡荡的房间 看着丈夫生前最爱的字画 当不管嘴里说什么都得不到任何回应的时候 那种晚年丧偶的凄凉感瞬间涌了上来 突然变成一个人真的好孤独 这一刻的小花很崩溃 但哭也在没人安慰了 那天后 喜欢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小花 开始变得随意起来 她看着丈夫的遗仗 尽管悲伤没有开始那么强烈 可回应总会再次把她拉回到那种情绪之中 大家总说时间能冲淡一切 可她又能有多少时间呢 每天只能活在无精打采的世界里 只有老同学小乐打来的电话 才能让她觉得日子有点不一样 太久没说话的她 发现自己生代都变弱了 在78岁的时候变成了一个人 会觉得活着都是一种麻烦 就算死在屋子里 大概都不会有人发现 电话那头的小乐打去的安慰说 要不之后每天都通个电话 来确认下彼此是不是还活着 小乐站在江边大喊着小花的名字 他想给予小花安慰 让他知道还有好友会陪伴他 小花原以为日子就这样 在周围人的关心中 一点一滴地修复 但没想丈夫生前的一件事情 让他再一次绝望 这一天在整理衣物的孙女 从爷爷的钱包里 发现了一张男孩的老照片 接着大儿子又在一个盒子里 找到了一份遗书 并且遗书表面写着 要求在家庭法院才能打开 小花季的丈夫说不会写遗书 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瞒着他 但如今丈夫不再冷眼 只能按他的要求去做 儿子跟女儿一致认为 应该不是什么大事 而事实上 遗书的前半部分确实如此 大致是关于一些财产分配的问题 跟目前的没什么两样 但接下来的内容 却让这一家人怎么也想不到 因为她的丈夫 他们的父亲居然在外面 还有一个家 并且跟情人一起生下了一个孩子 那个孩子已经35岁了 遗书里虽然没有分配财产给他们 但却要求将他挂在家里的那幅画 送给外面的情人 这可是丈夫生前最喜爱的东西 听到这些的小花 无疑是惊讶加悲伤到了极点 她生气的大骂丈夫 是个大骗子 这个平时口口声声说最爱自己的男人 竟然在外面还有一个家庭 最可气的这件事情 是在丈夫去世后才知道的 小花的无数疑问跟怒气都没地方释放 儿子跟女儿不断安慰着小花 他们的印象里 父亲是个很好的人 也许是一时的鬼迷心窍后 被那个女人骗死 但小花觉得不是 因为如果是意外的话 丈夫就不会在遗书里特地表示 她还有另一个家庭 家庭是一个可以像他们现在这样 吃饭的地方 所以这些年 丈夫外出的各种理由 全是为了去那个家 这时帮忙寻查情妇资历的女婿来了 她告诉小花 如果小花愿意的话 可以起诉对方 但能要到赔偿金额 大概只能在三百万人员左右 另外 她还查到小花丈夫的情人 叫做森子 是一所内科诊所医院的院长 年纪还比小花少了整整十岁 就在大家等待小花的决定时 小花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她既不要起诉 也不要赔偿 而是想把这件事情忘了就好 现在的她不想去怨恨死去的人 也不想跟活着的人争什么 唯一要做的 就是把这符字画 给这个大骗子的情人送去了 也因为这个事情 小花觉得自己已经快从 失去丈夫的悲伤中走出 虽然表面说不想去恨 可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 毕竟欺骗了自己将近四十年的时间 她把丈夫的遗物全部收拾出来 那些在不久前还准备留下了 跟自己相伴的所有东西 现在她全部都要送进垃圾堆 就在小花累的准备躺下休息时 高中的同学明媚打来了电话 告知了另一个同学 小江突然得了老年痴呆症 很多事情都不记得 唯一就记得同学会上小花穿的裙子 她好像非常的喜欢 所以希望小花能带上那条裙子 一起去见小江一面 路上三个加起来 快两百四十岁的老人 突然害怕了起来 他们很害怕小江的样子变得糟糕 因为那很可能也是自己的写账 等见面的时候 小江有点记不起谁是谁了 只有当小花将自己裙子送给她时 才依稀记起来一些事情 虽然大家嘴里说着会再来看你 但她清楚这很可能就是最后一面 回去的时候 明磊才说小江因为跟儿媳相处得不好 红家里被赶去老年公寓才变成这样 但这种事情对他们这个年纪来说 都差不多 大家不是死了就是跟小江一样 书上说人生要是有八十年的话 睡觉占了二十七年 吃饭占了十年 上厕所占了五年 算下来的 花真正的时间只有三十八年 这让他们更加觉得 接下来一定要把想做的事情都做 把钱都花完 直到人生结束 毕竟他们真的没有未来可说 在分别时朋友突然停住脚步 他犹豫后竟然和小花道歉了 表示之前在同学会不该背后说那些小花的坏话 小花听后有些愣神 随后微笑着摇头表示都过去了 活到他这个年纪很多事情早就已经释怀了 现在还能有联系的老友当然要珍惜 短短时间内经历这些 丈夫去世到丈夫出轨 再到闺蜜痴呆症的小花 心境变得更加明朗起来 他明白不能再一直消沉下去 对于反正都要死了的自己 更加不能其他事情上面需好光阴 他的人生可不想留太多的遗憾 只不过很多时候 你做好了放弃烦恼的准备 但有些麻烦就偏偏主动找上门 这天小花跟家人包完饺子后 正准备享受刚出锅的尖角 不料一位不速之客找上了门 来源正是小花丈夫的私生子 她是来归还那幅字画 作为正气的小花 原本打算就让事情这么过去 她不想过多讨论死去之人的过错 也不想跟丈夫情人那边有任何的接触 她只是遵循遗嘱 将那幅字画寄送给他们 所以现在退还回来 究竟是什么意思 叫闫太郎的私生子回答说 这是她母亲的意思 她的母亲说很羞愧做出这样的事情 但这幅字画对小花夫妇而言 是很重要的东西 所以她不能收下 在闫太郎的口述中 原来这幅画本就是情人孙子 送给自己丈夫的 再一次开玩笑的时候 孙子随口说了一句 以后如果不要就还给她之类的话 没想到会出现在遗书里面 所以即使那原本是她母亲的东西 但小花一家已经收藏了这么久 闫太郎认为 这已经属于他们家的东西 听到这里的小花没有再说什么 只是淡淡地说自己收下了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疑问想向闫太郎问清楚 就是丈夫遗物里找出的那张照片 闫太郎说那是她大学入学典礼的时候 爸爸帮她拍的 也许是知道用错了词 她连忙改口 接着说那小花的丈夫跟她的母亲俩人都来了 虽然挺不好意思 但她那时真的很开心 听在耳朵里的小花回想起了那一天 当时她为了给店里送货 骑自行车摔断了腿 丈夫赶来医院的时候穿着一身西装 她那时候以为很少穿西装的丈夫 是为了去参加折纸社团的比赛 但现在看来她是为了闫太郎的入学典礼 才那么穿的 知道真相的小花呆地当场 尽管她之前说过要让事情就这么过去 但越来越多的谎言 已经漫过她所宽容的界限 凭什么要她一个78岁的女人来承担这些 她决定要把这符字画还给那个女人 不见到她绝不罢休 一旁的长子雪男附和着母亲也要跟着一起去 母亲让她想去就去 毕竟我们没有什么愧对她们的 我们可以堂堂正正地活着 为了用正气的气场压倒小三 小花特地去美容院 给自己全身做了一个护理 即使她比自己年轻十岁 但小花也绝不会输掉作为正气的气势 连路上的邻居都看得出来 今天的小花有着以往从未有过的坚决 丈夫的情人孙子没想到小花会找过来 她的第一句话就是向小花说了对不起 她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小花要如何怪她都能接受 当然她也知道这不是一句道歉就能解决的事情 见自己的母亲没有说话 长子雪男便开口说明了来意 他们想知道 孙子女士是跟自己的父亲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对此孙子没有隐瞒 她九岁那年跟小花的丈夫就认识了 那年她二十岁 跟孙子的哥哥是一起读书的同学 也是非常重要的朋友 原本他们的关系也只是朋友妹妹的程度 但后来她的父亲做生意失败了 家里经济变得十分困难 并且在她二十四岁那年 孙子的哥哥也因病去世 她一个人跑到东京一边打工一边学习 后来小花的丈夫联系上了她 想着替死去的朋友尽一点责任 一直帮助她走出哥哥去世的阴影 可时间久了之后 他们互相有点深陷其中 超越了朋友的关系 尽管当时孙子已经知道 对方有老婆跟孩子 当她怀孕了以后 之所以不让小花的丈夫认这个孩子 一方面想着自己可以抚养长大 一方面也不想继续破坏小花的家庭 可尽管她说的情真意切 一直没开口的小花立马揭开了她的伪装 她知道孙子之所以不想让小花丈夫认这个孩子 是因为一旦上了户籍 迟早有一天会被小花知晓 所以与其这样还不如瞒着小花跟她继续交往 当初装出一副生命大义的样子 不都是为了拴住小花的丈夫 小花不想继续再说什么 她拿出字画表示还给她了 但孙子还是表现出这对小花很重要 自己不能收下的态度 而这一幕也惹怒了小花 她站起来质问孙子 难道她不要的东西 说完见对方没反应 便直接拿茶水泼了上去 小花知道自己输了 从丈夫一直成功隐瞒这件事情的时候 自己就彻底输了 太原以为是自己人老朱皇后 丈夫才有了别的女人 现在想想根本不是 小花觉得是自己把丈夫照顾得太好 为她付出了太多 这才让丈夫有了出轨的勇气 她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会在这个年纪 被感情的事情搞得心烦意乱 甚至变得有一点点的不理智 她极需要一个倾诉的人 甚至打电话给同学小乐 问她是不是还喜欢着自己 小乐表示那是当然了 她可是自己的初恋 在她的眼里 小花和年轻的时候 还是一样的漂亮没有变化 听了小乐的告白 让小花心里有了莫大的安慰 与此同时 小花的孙子也希望帮助到生活在怨恨中的奶奶 于是想到了死后离婚这个办法 工作人员说 这种离婚申请不需要经过任何人的同意 离婚后也不影响遗产的继承 有很多女人在死后不想进婆家的坟墓 特别是那些遇到一个不负责任的丈夫 活着的时候 妻子就已经受够苦了 死了之后离婚 俩人再无瓜葛也挺好的 人生短短百年 就当再活一次好 这句话给了小花很深的感悟 尽管她迟迟还没签下离婚的申请 但此刻却有一种 没了任何约束的自由感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很想找个人倾诉 小花想起了那个 一直说还暗恋着自己的同学小乐 她带着美丽的心情跟装扮 在没有通知对方的情况下 直升前去 可当她到达小乐家附近的时候 映入眼帘的 却是小乐跟妻子带着僧子游玩的画面 远处的小乐也在抬头 兼看见了小花那种复杂的心情 在她布满皱纹的脸上 留下了一道深深的痕迹 一时之间 觉得羞愧难当的小花 不敢再有片刻的停留 她急忙转身离去 狠狠质问自己 到底在干什么呀 孙子孙女为了让小花开心一点 特地带她来看搞笑艺人的表演 她们清楚奶奶的痛苦 都是爷爷带来的 作为家人就必须负上一点责任 只是没想在排队的时候 正巧遇到刚出场的孙子母子 原本欢乐的氛围 一下子凝固起来 孙子率先向小花打了招呼 小花也假装大方地回应了她 时分虽然有些尴尬 但她还是给孙子解释了 对方的身份 同时也向对方介绍了 自己的家人 此刻的小花 显然 已经没有心情再去看搞笑艺人的表演 但还有一些话 想跟孙子说 她们换了一个 适合说话的场合 并告诉孙子自己跟丈夫 办理了死后离婚 对她来说 丈夫是一起共度余生的男人 有着很多共同的回忆 但自从她知道了孙子的存在后 有些回忆 突然就变得暗淡了 所以她有点不能接受 跟这样的丈夫合葬 同时小花也觉得 孙子这四十多年来都不能光明正大 从某些层面上来看 她的丈夫也对不起孙子 而孙子能够不求金钱 不求名分地跟了丈夫这么久 足以见出她们之间的感情 已经超越了她这个正妻 小花提议 可以让孙子死后 跟自己丈夫合葬 既然都已经破坏了自己的人生 就请坚持到底 跟她做一对光明正大的夫妻 知道全是自己错的孙子 不敢回答 唯一能说出口的 就是道歉的话 而小花也并非为了调侃讽刺 才去说这些 她并不是不介意了 只是突然坚定了想法 觉得她们之间 要尽快忘了她 就算爱上别人的老公 可人没了也只能这样了 也只能继续在艰难中 开心地活下去 丈夫活着的时候 经常说自己的人生 应该自己做主 所以即使是丈夫那样的人 对于她自己的人生 别人也没有任何责任 和义务对她负责 小花觉得那时候的丈夫 一定是下定了及时被判妻子 也要维持两个家庭的决心 她也想通了 不能再跟一个死去的人 纠缠不清了 最后也请她们母子多保重 以后也不会再见了 小花起身准备结账 上伏在外的私生子 但被小花三言两语 给对了回去 说完这些话的小花 有点如是重负的感觉 她也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就这么放下了 可能总该有个缓冲期吧 但就在第二天的时候 小花接到了 严太郎打来的电话 她说有个紧急的事情 想要找小花商量 希望可以见面详聊 并且这件事情还对她母亲保密了 但已经不想再有任何瓜葛的小花 依然挂了电话 只是刚挂断还没一会 电话就又响了起来 小花以为 还是那个私生子严太郎打来的 她有点生气地接起电话 刚想开口 却发现电话那头是同学小乐 并意外得知了一个消息 她的好同学 好闺蜜明美去世了 说是因肺炎感冒住院后就走了 小花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她们距离上一次的分别 才短短半个月的时间 那一次的挥手告别 如今成了永别 小花极力掩饰着自己的悲伤 她们真的到了一个随时就死去的年纪 人哪 不管发生什么 再怎么痛苦 怎么烦恼 最后都会被放进那个白色的骨灰盒 而精力闺蜜突然离世的小花 也决定去见颜太郎一面 倒不是她的心胸变宽广了 而是当一个人不断承受生命中所不能承受之痛时 她的心胸就会被硬生生地掰开变大 毕竟在生死面前 有些事就不再施舍 颜太郎把她带到一间 由自己设计的室内 她说有一件事情想要拜托小花 这件事也关于到她的未来 她之所以从事建筑这个行业 是因为每次看到地震的时候 就想建出一处安稳的住所 最近经一些活动 了解到世界上有纷争的地区和移民现状 她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能力 帮助到更多的人 所以想辞去现在的工作 前往柬埔寨 即使那边可能会有一些危险 但她已经下定决心 而之所以对小花说这些 是因为她那天说过 对于自己的人生 别人是没有任何责任和义务的 颜太郎觉得自己就是被这句话点醒 所以就算很突兀 她也想跟小花说这一些 同时她也想拜托小花 关于她母亲 孙子的事情 因为她母亲的父母跟兄长 都已经去世了 也没有任何亲戚 如果母亲要是出了什么事情 到了迫不得已之际 希望能够得到小花的帮忙 颜太郎知道这样的请求非常荒谬 甚至是离谱 但她知道生她的那个父亲 一直生活在一个很温馨的地方 而父亲也把从那边得到的温柔 分给了她跟母亲 她恳求小花能够答应这个可笑的要求 小花看着眼前这个有报复的私生子 原先的那点排斥感也逐渐消失 她告诉颜太郎 去柬埔寨的事情要早点跟她母亲说 如果是她的孩子要去那么危险的地方 她是绝对不愿意的 可如果他们真的下了决心 也是会理解的 我割毒啊 我离一割毒 我真务实 这种突然间释怀的感觉 让小花有点不舒服 她不知道自己做得对不对 可心情就是有一种如是重负的轻松 第二天的时候 颜太郎的母亲孙子找上了门 她对自己儿子要去柬埔寨 没有对自己说 反而先来找小花的事情感到惭愧 所以登门造访 小花很想告诉孙子 不要踏进我的家门 但是这把年纪 就不玩这么老土的事情了 她儿子颜太郎 也可能是觉得对别人更好 说出口罢了 只是小花并没有把颜太郎 拜托的事情说出来 孙子坦白说 她跟小花丈夫交往的时候 总想着要是只能这样就好了 也明白他们早晚会结束 就想着如果有个孩子的话 她就能有活下去的勇气 所以她听到儿子单独见小花的时候 就有一点坐立难安 她害怕自己的儿子被小花抢走 因为她也感觉出来 小花这个人更有人情味 听完这些的小花苦笑地说 她真狡猾 明明自己抢了别人的丈夫 就不准别人抢她的儿子 但是她抢不走 也不会抢 两人这也算是关系得到了谎 但反应过来的小花 问她真的没关系吗 儿子要一个人出国生活 孙子让她不懂担心 就算儿子一事无成地回来 也没关系的 经过这些事情 家人觉得小花的状态变得好多了 正好店里要装修 想弄个丽影式的居酒屋 提议让小花来负责这种新潮的事情 他们都想看到她干尽十足的样子 经过全家人的努力装修之后 整间店铺焕然一新 就像小花那重生新进 严太郎也在这时 过来找小花做最后的告别 见此情况的其他家人持续地走开 严太郎说 其实自己也没有什么想说的 只是单纯想过来见见小花 并再次感谢她 作为送别的礼物 小花请她喝了一杯酒 这是她七十八岁 当老板娘开业的第一单 哥哈哈 毛病阿爹是不是就得了 对毛妹 家人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 但只是小花开心 应该也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 而小花真的原谅他们 真的释怀了吗 这个我们不知道 唯一能清楚的就是 小花一定是跟自己和解了 反正都快死了 她只是不想把剩下的时间 浪费在糟糕的事情上面 人生哪有什么正确的答案 都是一种选择而已 不想把剩下的时间